苏彦涛 这次回来 我一定要搞清楚真相 你当初为了钱离开我 我一定要让你尝尝 什么是痛苦的刺猬 严肯东国外回来 什么安排 赞别 这么钱 你是很故意的 你明明知道大夫不让我吃咸的 你还割这么多盐 你是不是想盼着我早死 怎么会的吗 我没有放很多盐 怎么会咸 苏彦涛我告诉你 实相的你快点从我们家滚 我们吴家容不下你这些大佛 我们吴家要找的儿媳妇 那得是能给我们德才事业 有帮助的女人 可不是那种 门不当户不对 来路不明 还见给我们德才扯后腿的贱女人 德才 你什么时候才能跟小桃离婚呀 人家可都已经等了你两年了 她可是你闺蜜 你就这么着急 让我揣着她 娶你 人家是因为爱你吗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 舅舅妈妈 帮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了 走 我已经走投无路了 可以借我一点钱吗 钱呢我可以借给你 但我有一个条件 你得嫁给我 好 我答应你 舅舅你 舅舅你再给我点钱吧 钱钱钱 一天天就这道钱 你跟你妈呀 就是个无底洞 妈你信信呀妈 妈你怎么了 妈 我 姑老 姑老 真的是你吗 你认错 我没有认错 人 姑老 你弄出为什么要走 为什么 为什么 你心里还不清楚 我想 一直这样 爱着 拿着钱 离开我儿子 看到了吧 这就是你一心想娶的女人 孙岸桃 既然你选择了钱 又为什么还要出现 去哪啊 你干嘛呀 别碰我 哎呦 大哥 然后就是你 什么的你不成人 真的好想你 占多儿 视频 这就是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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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每天八点的早餐 现在都快九点了 我们吴家供你吃供你喝 还得调整你的半死活的妈 一点你都不知道敢的 就说你个做饭难吃 你就敢一夜不归 你找死吧你 小贱 告诉我 把你吃我儿子喝我儿子的 还敢夜不归宿 我现在就给哥哥打电话 给他凶了你 你别碰我 你闭嘴 你就是我们吴家 见回来的一个不知来历的小贱人 有什么资格喊的 滚啊 没张眼呀 赶紧早就要滚出我们吴家 好让我哥再去找个有钱有身子 你这样的女人 根本配不上我哥 顾总 去帮我找一下他的住室 顾总 您找他是为的 好债 孙桃 你敢去我妈动手 信不清我弄死你 我的财 你瞎呀 是他费复我 我娶你回来 是让你孝顶他的 不是让你给他亲手的 道歉 我给你钱 不是让你买新衣服的 是让你补贴家用的 你明白吗 对吧 孙桃 别洗肩傻身了 装什么装啊 你怎么来了 你欠我们家的那笔钱 是不打算还了 能不能再给我点时间 他欠你钱 他跟我可没关系啊 让他自己还 放心 没让你慌 孙桃 你为了钱 既然再给这个 那是可笑 我跟他马上就要离婚了 他欠了钱 可别算到我头上 你不配后手啊 你算什么东西 在我吴家面前撒野 她是我的女儿 把她给我放下 也不打听打听我是谁 我现在就能让你 再进城消失 你信不信 我现在就能让你 再进城消失 你信不信 孙桃 没想到你为了钱 竟然像你无得三 这种真的是活该 你又是会挖苦 当年你不也不过我的死 就走了 我本来 我帮你借钱的钱 我还钱 但是你答应我 一个条件 你干嘛 当年你离开我 莫也钱 嫁给吴德彩 也是我的钱 换了 钱我给你 但是你的表会 做 顾仰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我把你当什么人 你欠我家一债 你忘了 我当然没忘 我欠你债 自己会还 怎么还 嗯 顾仰你疯了 我收了我会还给你 我一点一点还给你 没有工作我可以去找 好 那你明天来公司管债 做不了 再来当保证 顾总 找个人帮我盯着算的 顾总 您的意思是 他欠了我两百万 才要是跑了 我找谁呀 是 想 顾仰 那个时候我是拿了阿姨的钱 可是我也跟阿姨说了 不是 没有任何意义 而且前两天 你主动 顾仰 你不要污漏我的能够 我没有 我这是在帮你 只要你答应我 我可以让吴德才失去一切 你是心里还有我 还请李设备了兄弟 顾仰 你可答应晚上请我吃饭的呀 这是怎么回事 公司新招的宝洁 我巡礼顾问一下 顾仰 你没事吧 一个宝洁不至于 万一他手脚不干净 丢失了什么商业机密 等我尝试 行吧 那 乌仰 你已经有女朋友了 为什么还会来招惹我 哦 我好以后我会 有你过瘾是吧 哎 谢莫杀驴 乌仰 你过瘾的 Learning 三年前我为了你精力了 如今你怎么 Leggo 我什么都我怕 嗯 苏ader 别约着又弄个萨布 我就准对你产生同情 这个家可没有你的地方 出去 刘阿姨 无论怎么说 我求你给我200万 我要去还债 200万 那你还不如出去卖一了 我真的走错误路了 不然我也不会回来找您的 你要这么多钱干嘛 你那个妈不是一直死了吗 又找什么名模过来骗起 你以为 你爸的钱才大风刮来的 妈 我想换个车 给我拿200万呗 什么 我这都是为了公司 开个好车出去谈生意 别人还能高看咱一眼的 你看看我儿子 再看看你 苏醒要钱是为了帮助公司 你呢 败家 买个好点的 给公司啊 撑撑场面 好嘞 谢谢妈 去吧去吧 苏彦桃 你要是要点脸 就自己离开 以后 都别再进苏家门 苏彦桃 你不是说我了 你怎么就不自在搜家门外了 你还怪我多管是不是 不如就住我家 乖乖听我话 我现在确实无家可贵 但是我送你房租的 等我借到了钱 我立马还给你 你如果再跟踪我 别怪我给你翻脸 依你现在的状态 怕是借不到钱吧 也要考虑一下我提 顾罗 你太过分了 你明明有女朋友了 为什么要对我提出这种无礼的要求 我再帮你找捷径 你却不容计 我不需要你同性 你要干什么 你不需要你 放开我 曾阿姨 顾老刚 你就来跟我赢他 曾阿姨 你跟顾老解释一下 就是我 妈 我出国之后你和他见过 他来找过您几次 但是都被我给轰走了 你不是说他拿走的钱 怎么还要两回来找我 你说的不就是吗 他拿了钱回来勾引你 像这种无耻的女人 我真是头一次见 条路 mas 你个败家娘们把家里的东西给我拿走 舍得回来了 我的财 这是我妈的照片 你凭什么丢在地上 我对她已经人事异尽了 她吊着的半条命可都是我给的 妈 我不想给你 我要和你离婚 小桃 反正你和德才的关系就没有缓和了 不然还是离了吧 不如直接告诉你 我和事情平时怎么就在一起 實相的話立刻滾出我家 周世晴 你是我的閨蜜啊 你卻敢勾引我的老公 怎麼想讓我離婚 給你們讓位置是 真表現 發什麼 高興 你就算死也不會成全你們的 陸佳 叛他這麼兇 這對 你不要欺人太深 別看我兒子一邊 我不看看你什麼身份 他是你兒子 那我是誰 你 你就是勾引我兒子小黑驚呗 你們還真是能夠顛倒是非 你們都給我等著 遲早有天 我會讓你們都還回來的 我等著 我倒要看看 你這個小浪鼻子還能勾引什麼男人 小桃 你還是喝得才離婚吧 說不定 他還能給你留著體面 留點過路錢 錢 什麼錢 什麼錢啊 他就花了咱們吳家不少錢了啊 離婚可以 一本錢也不想帶走 離婚 必須離婚 他要不離婚 咱們吳家的孩子 他那野種啊 那我可不答應 這就生了 這就生了 本正是不愧婚 小桃 咱倆可是閨蜜 你 你忍心看著我肚子裡的孩子沒有父親嗎 求求你 成全我和德彩吧 杜彥堂 我兒子已經不要你了 你還想救戰去 你和你那個媽呀 一樣不要臉 說我無所謂 說我媽不行 說我無所謂 說我媽不行 婆婆 你敢打我媽 打就打了 反正你之前不是總說我虐待你媽嗎 你說的話 我總而聽是吧 聽話是吧 又會誰出菜了 你知不知道 你覺得嗎 兩百萬買一個合法的平婚證 值 吳哥哥 你猶豫什麼呀 兩百萬而已 我們又不是沒有 你快變這個你知道什麼 吳哥哥 你為了他救我 你是不是不愛我了 你是不是不想要我肚子裡的孩子了 哎哎 該走的是他 你白的呀可是咱弄吴家的主 他有個不下蛋的雞沒資格留在這 照我是 吴家 也配好 你不簽字不走是吧 那就留下來 給我吴家當牛做馬誰幫我進去 好啊 贏了你 哎爸他不想走讓他留下來刺負你 dx 我自己是 好啊 吧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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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呀 好啊 等我搜集完证据 看你还怎么狡辩 我想你了 我还怀着愿呢 干什么呀 婆婆人家想你了吗 卢德财你给我等着 喂 苏星 虽然我们是同父异母 但是我想请你帮一个忙 就当我欠你的人情 你不会拒绝我 我帮你 我有什么好处啊 以后只要你用得上我的地方 我一定会一不容辞的 我就求你这一次 我派陈忠过去 有什么事啊 你安排他去做 好 苏小姐 小苏不能让我过来 听您拆解 你帮我把这个硬盘 交给苏氏集团的律师 就说 我打理婚官司 好 吴德财 这是你逼我的 顾总 吴德财在顾设极端旗下小公司担任项目经理 一个小经理 他管理的项目收益不过 曾有人举报说他收回扣 不过现在还没有具体证据 居然敢在集团搞小洞子 他怕是活腻了吧 去 帮我好好照顾一下 是 顾总 恭喜吴总啊 这次在总公司可太为妄 哎 哪里哪里 都是总裁关照 我只是 把自己分的也是做好了 啊 哎 这是哪个公司的 这么漂亮 好像是护冲了 孙刀 这是总公司的监狱写成 你来干嘛 我是你老婆 当然是来给你送贺礼 吴德财 像他这样品德败坏的人 不知道 他能不能做你们公司的项目经理 放屁 他在乌鸟 他在乌陷我 大家不要相信他 他在乌陷我 乌陷 你在我们婚姻期间多次攻打我的闺蜜 这你确凿你告诉我这叫乌陷 大家看 我跟他早就离婚了 我和施婷我们俩是合理合法的 你我是我的前妻 董哥太你坐下这离婚就哎 我这还有一段录音大家听一下 我已经走投无路了 可以借我点钱吗 我妈妈的病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大家都听到了吧 这个女人就是一个贪得无厌的人 还想敲诈我 来人 把她给我压进去 董财 你混蛋 顾总您让我办的事情已经办妥了 把她给我压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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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把她给我压进去 我的财 你个混蛋 孙彦桃 我看你可怜好心好意想拉你一把 没想到你这么新很熟了想诬陷我 即可停止调整 你谁呀你呀 在这护角蛮缠 你算什么东西呀 像你这种垃圾 集团 就该扯扯 你们 都要以她为戚 蒜头 都谁你害的我 你给我等着 感动我女人 信不信我让你一夜之间一无所 你他妈谁呀你 在这给我装 穿什么东西 装什么装给我 你过来干什么 你说呢 你是我的女人 我过来教你学生 我两早在三年前面结束 然后把你都债了回去 我们之间一笔高兴 拿出 要不然你就做我的情人 这笔寨 就一定高兴 顾饶 你真当我什么人生了吗 久不见了 现在我已经无家可归了 身上一分钱也没有 看来只能去顾饶家度过这个难关 只能等晚上过了睡着 我偷偷地回去 谁认识你喝酒呢 谁认识你喝酒呢 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我有那么吓人吗 是好吃的你还是不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我住你家 付你房租 我又不是白住的 我白天帮你去回来 不应该感谢我吗 有个人渣 有个人渣 我就许个大人渣 我就许个大人渣 我要再这样我就喊人了 我帮我抢奸 住我家 睡我床帮我抢奸 小人 我就许个小人 书行 书行 小头 恭喜你啊 终于摆脱了吴德彩 你的人生可以重来了 对了书行 我能不能 请你帮我个忙啊 还真是贪得我们宴 什么事啊 嗯 你能不能帮我找一项工作呀 我欠了人家一大笔钱 需要赶紧帮才行 这个吗 容易的很 什么工作都可以的 什么保姆啊保洁啊 我这些都可以胜任的 毕竟这些活 我在吴家干了三年 那怎么能呢 再怎么说 你可是苏家的大小姐 干这些活 那岂不是太掉价了 其实我之前开过一个小公司 你要是不嫌弃的话 就给你做 然后 你要是运营的很好的话 爸一定会对你往不相看的 真的吗 那太好了 谢谢你 这样 我让陈竹给你当秘书 你有什么不懂的 你进口问他就行了 好 拜拜 那个破公司 就是为了让你当街盘鞋而已 这账 怎么感觉不对劲啊 你对不上了 小苏总留给大小姐 这么一大堆乱摊子 她真能搞定啊 好 苏总 这个文件需要您签字 能不能再上一次 苏总 晚上有一个行业会 不知道您是否参加 当然参加了 我刚加入公司 需要结交些朋友才行 行业会也能见到固扰 真是进入了围 一万 等通了 那是我放过你 我苏彦桃说过的话 绝对不会 苏彦桃 别忘了你现在的事情 我当然能不能忘了 不会还你钱的 顾总 在这么多人 人面前 要失了你身份 去把他老师给你脚踏 顾总还真是小心眼啊 跟我一个女人抢客服资源 顾总还真是小心眼啊 跟我一个女人抢客服资源 是赵总想吃我们公司 会有什么关系 感谢顾总多多关照 好 蔡小姐 苏小姐 先别忙着去学务 收听音 我们可以回座 做完 我做愉快 刚才说什么 有本事你自己去问啊 我要是能问我问你干嘛 家阿姨 三天前我跟您借了两百万 之前就零零三散 再加上你支付上的五十万 还差你一百万 我会尽快退期 我今天只说愿意来见你 可不是因为这点钱 我知道你的意思 你放心 我还不然 我有这种关系 孙燕桃 在前方面 你还算是个言而有信 在感情上 我也希望你也能做到 干净率落 小晴啊 出去买个菜用这么久了 赶紧做个饭吧 刚才马上就下班回来 我嫁给吴德财是享福的 可不是给你家当保姆的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 你嫁给我儿子 杀人女女收拾家务 这不是你应该做的吗 苏彦桃愿意照顾你们全家当老妈子 我拼去她 再说了 我现在肚子里怀着的 可是你们家的孩子 你 你怎么跟我说话呢 你是我糟的什么孽这是 摊上这么个儿媳 吴德财现在一无是处 我已经后悔一账了 半逃 你看我丢了公告又丢了面子 这笔账 赵富财 吴德财 我已经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 你出轨的证据确准 在法院判决之前 我不想跟你有任何证处 出去 我告诉你 我是不会跟你离婚的 你也别想从我这里分到一分钱 那可主不得你 别以为只有你有证据 你问我 当年你是怎么瞧着我娶你的 陈涛 你最要是去公司里帮我求做情 要不然 我就把你的事炫耀回去 胡德财 你都已经跟周世晴搞在一起 干嘛跟我在这虚情假意 我的钱凭什么分给你啊 我没把你妈当年的治疗费要回来 我已经够认字了 那是你答应我的 作为结婚给我的聘务 你怎么能 对 我现在就是不承认了 你怎么把我怎么样 陈珠 孙元涛 我警告你 现在立刻马上把诉讼给我撤销了 顺便带着你的诚意去总公司 把我身上的嫌疑戏 吴总 你还想光复原池 刘特朱 我真的还能光复原池啊 当然 签了这份协议 马上就 吴总 你好好想想 是女人更重要 还是你的工作更重要 吴总 您交代的事情已经办法了 我都才和你离婚了 看你还有什么借口 不回到我身边 终于肯见我了 之前不知道 没有做这么多事情 今天我请 你请 那你想要怎么办吗 顾饶 请自重 喝你个小浪蹄子 舔不知识在外边高云野男人 你对得起我儿子 你 啊 哎呀 大家快来看看呀 儿媳妇在外边高云野男人 他给我儿子戴绿帽子呀 你叫啊 你再叫得大声一点 反正没有人会在意的 你居然敢这么跟我说话 你把我儿子还得够惨的了 我都给打死你啊 他之前那么对你 不知道怎么做 我吹起你的妈 朱雁涛 我妈要你们三场亮断 我找不着你们两个 妈 妈 你再多说一个字 会在这里办 我答应姜阿姨了 不会和你在一起的 你约见了 我自己就可以 别动 你再动 我在这里要了 无论适合多少年 我内心对你的喜欢 从来都被小姐 只可惜 你已经赢了蒋小姐 而我 也不是你的良本 和她毕业 和她毕业 是不是觉得我更适合你 你 你 你都是有个同期的人了 干嘛跟我在这刷新再看 我这儿 不是你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的地方 要走也得是我先走 你没资格 付费 没有 顾总 医院情况怎么样了 陈叔兰被送进医院 应当问题不大 既然没死 那我跟他换一块 顾总 您的意思是 把那个送给吴德才 我要把他捧上天 再甩下地獄 另外一个送给小桃 我要让他知道 得罪了我的人是什么下场 是 郭总 还有 帮我调查一下苏家 我要知道当年小桃嫁给吴德塔的原因 是 宝贝 等今天我官府原职了 你就又是吴太太了 这可是西奥集团内部宴会 他怎么会来 吴德财 想好怎么接受法令的制裁呢 孙晏涛 今天可是西奥集团内部宴会 你要是敢给我找麻烦 我弄死你 你不过就是西奥集团一个不要的将军 真把自己当人物 朱世晴 亏我一直都把你当闺牧 小桃 其实我 只要你不嫌弃我吃剩下的 随意 肩负淫负 放开 我还没去找你 你就自己送上门来吧 吴德塔 注意你的语气 我的语气 我语气怎么了 他现在还是我老婆 你调解我老婆我随时可以告你 再说了 这西奥集团的晚会 你有什么资格啊 你什么身份啊 小白脸 姑娘 不要说什么了 小建人 我警告你 今天是我来复职的 你要赶给我找麻烦 我效你的命 吴总 你是来复职的 那这复职的背后可有什么交换条件吗 他怎么知道我和林特处有交易 但不成 他是西奥集团的人 毕竟用女人换来的植物 可光 放屁 我靠擦 他还扣我活去呢 老是你 但招惹我的女人 你怕是不想活了吧 怕不是不知道我是谁 怕不是不知道我是谁 你爱谁谁 建人 过来 吴德财 我现在和你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你别忘了你的身份 现在你还是我老婆 老婆 你把我当作过你老婆吗 你和我的闺蜜搞在一起 和我同住一个屋檐下 让她睡主卧 我睡保姆肩 你就这样对你老婆的吗 嫁给你 我还不如嫁给一条狗 孙燕草 你别忘了 当年 当年是你勾引我的 勾引你 我连顾饶都不要 我会要你 请 零番协议书 我是不会签的 我签了好让你和这个小白脸在一起 是吧 我不会让你一模得逞的 看来公司的结果 你是不想要的 你怎么知道 谁要什么 我签你妹 我签 签你妹 我签 你什么身份啊 能决定我职位的 只有西澳集团的总裁 刘策主 您来了 这个人 在西澳集团晚会上大放决词 快把他拧出去 顾总 您让我安排的事情 都已经安排完了 顾总 签而不签 我签 我签 签之前 当众给苏燕老道歉 说是你出委的心 苏燕灯 没想到帮你的人 北京竟然如此善后 武德财 你不是一直想要离婚吗 那我就成全你跟周世秦 签字 精神出户 苏燕淘 你未免也太狠了 你个骚浪贱 你抱上了顾家这条大腿 就想甩了我 你俩做梦 给我等着 等我找到你们俩出轨的证据 我一定告到他亲家荡产 武德财 你要不仁 那就别怪我不顾及夫妻间的情分 这是何成的 这不是真的 那就让大家看看 到底是不是真的 我帮你解决了武德财 没有什么表示 我和武德财结束了 和你也该结束 苏总 我向你举荐一个优秀的人才 您看如何 吴小姐说的可是你自己啊 苏燕淘 她这个浅小锅子接近我 有何用意 苏总 您说的这是什么话 我要举荐的是我哥 要不换个地方细聊 吴德财 你要是敢对苏家动手 我一定饶不了你 德财 既然你和小涛离婚了 打算什么时候娶我 哎呀 等我把那个小见人调查清楚的 德财 来人啊 救命 出人命了 张总好 孙燕淘 你三番几次的实验 郭叔叔要接他的宴会现场 妈 我和小涛的事情会自己一起学 不用你插手 顾饶 如果你现在还执意要和这个女人在一起 你别怪我撤了你这个总裁 江阿姨 不用刻意提醒我 我有自知之明 顾饶 三年前离开我的那一颗棋 我们就已经结束了 小涛 就算我对你的爱从未消减 我也不会放弃自尊和你在一起 妈 你难道现在还没看清楚她的正面目吗 我和小涛的事情请你不要插手好吗 你如果现在追出去别让我这个妈 不然 你何必非要强求我 不如好好珍惜蒋交吧 布总 我的财被送进医院了 调查一下目的这是什么 是 啊 苏家的事情怎么样呢 还在调查中 不过苏少姐在给我的财 你这才好像有眼睛 尽快 哥 你要是再不行 咱家天都要变了 我 苏妍桃那个小家人 他对你像黑手 哎呦 昨天 我已经帮你跟苏氏集团打过招呼了 说不定 你很快就有新工作了 苏氏集团 你和苏大少爷 哎呀哥 我刚才苏星不也挺好的吗 既能保护你事业 我也能到少奶奶 是钱的 去 去把我做点钱的离婚协议书拿过来 我要找苏彦桃那个奸人算账 吴哥哥 也不知道那个苏彦桃给孤儿灌了什么迷魂汤 自从你被公司停职之后 连我也被公司辞退了 我奸人靠的不就是顾家吗 他要是没了顾家的帮忙 我跟他一个家庭主妇怎么跟我斗 那我怎么办呀 你已经怀孕了 你就安心的在家里养胎 等我完全收拾了那个奸人 我就风风光光的 去你做我吴家的太太 那你可要说话算话 吴德财 你要是拿不回属于你的职位 我要你干嘛 这份合作啊 算是送给他的单身礼 办得漂亮 是 顾总 苏总呢 这公司是苏总的 你来开会是怎么回事 苏彦已经把公司交给我打理了 实际上 公司这段时间的运转都由我来完成 什么 你算什么人 苏总可是苏氏集团未来的继承人 你 我不服 服不服的 我都会用实力来证明 至于身份 有那么重要吗 当然重要 名不正 言不顺 你有什么权利 关于苏家的公司 实际的 早点离开公司 让苏总回来掌权 你们是歧视女性 还是歧视我的身份 他们分明就是不想给我台阶下来 苏总 这事顾总特地让我给您送来的贺礼 恭喜 这么大一笔金额的合同 您啊 就放心收下 我相信以您公司的实力完全可以承认 刘苏助 您说的可是真的 这么一大一笔合同 就这么给我们了 当然 不过前提是 这合同得着苏总 毕竟这公司 可是苏总 是是是 苏总睿智 刚接手公司 就能带来这么大一笔合同 顾饶 你又在故意戏弄 周小姐 您的泰尔已经有了流产的低下 我帮您安排手术 是 这怎么可能 这孩子绝对不能死在我的肚子里 要死 我也要拉起电背 这里可不是吴德财的公司 你来干什么 几天不见 姚身一变成领导了 不知道 我这个闺蜜 有没有资格令当不理啊 我可不敢用你 万一你又帮我私离着 我岂不是哭的没地步去 苏练桃 别以为你攀上男人当了老总 我就能高看你 周世琴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 靠勾引自己闺蜜的老公上楼呀 让你 可疼 你怎么这么狠心 他 骗死孩子呀 玩意儿 玩意儿 快救救我 起来呀 干什么你 世琴 你没事儿 我告诉你 孩子要是保护肤了 不要你犯病 世琴 多好病 这么说医院 上医院 小姐 小姐 不会是被周世琴算计了吧 师姐 我对不起你 我没能保护好你和孩子 小贱人 你害得我撞破头也就算了 现在又来害我孙子 我非弄死你不可 是他自己故意撞美的 你们真的是心忙眼瞎 都被他涉及陷害了 你 路德财 我们已经离婚了 你没有资格打我 胡言涛 你别以为你翅膀硬 等每天东山再起的时候 我杀死你 就跟黏死一只蚂蚁一样 东山再起 路德财 路德财 你怎么来了 胡董 他还在小秦流产了 这是我和他之间的事 你不要找 孙子 你被人陷害了你都不自知 孙子 这是我们胡德财之间的私事 你要查什么 孙子 这是你要的哥俩 你好好看 这就是你信任的周世纪 你为什么还这么做 这可是我们的孩子 是孙子 你不能信任的周世纪 我们都会损造 我 你不能信他的鬼话 孙子 你挑拨小秦和德财的感情 你是想毁了我们家吗 妈妈 没事 我跟他們刷牙罵死 多怪我 要不是我這麼著急去找孫苑堂算賬 那就不會 行了別說了 這事也不能全怪你 要怪你個賤人 林溫馨根本不做笑 想分我的財產做夢 吳德財 我已經把協議提交給民政局了 那天在驗會上面 你不是已經給大家看過離婚證了嗎 你這麼屬性今天要給我離婚 我滿足你 我 那天 那天是你們逼我撐的 協議不做笑 協議根本不做笑 陳叔 把無關緊要的人給我推出去 轉頭 出來頭 我一定不會掌握你的 你給我等著 出來頭 陳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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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扶起一趟 我知道錯了 你別這麼對我 那你當時跟周世銜滾床單的時候 怎麼就沒考慮過我的感受 陳叔 再給我一次機會 我知道錯了 陳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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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盯耸自造 就如自取 你早就應該有心理準備 陳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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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你別離開我 我知道錯了 以後我回去了 陳叔 好狗不敢玩 放開 阿婆 你別離開我 可以後 你我可以怎麼活呀 你去找出事情呢 他不是愣一斷任你 你別給兩不要量 你別以為我出了你就是真的愛你 放開 麻煩你帶著你的愛 滾遠一點 我終於自由了 給我去查一下蘇彥濤這個賤人 各位去查一下蘇彥濤這個賤人 什麼 還真讓你猜對了 蘇彥濤果然是神秘符合的刺繡女 哥 你娶她之前怎麼沒有做清楚調查呀 那我們現在怎麼辦呀 你要追她回來嗎 你要追她回來嗎 可是哥 你現在追她沒有任何優勢了 你現在追她沒有任何優勢了 沒有任何優勢了 她們可都是豪門呢 怎麼家 她們 外面太過寒酸了吧 哎哥 你說 如果讓嫂子還上你的孩子 是不是你們就能復合了 你 你 你 我 沒想到啊 我姐這麼厲害呢 短短幾天就把公司給盤佛了 苏西 多亏了你跟金鸡帮我 不然啊 我还不会这么的伤手呢 对了 小桃 你是不是很久没回家了 那不是我的家 苏西 你以后别再跟我提回家的事情了 如意对我说的内心话 你又不是没听见 小桃 我妈 之前确实做了很多措施 那他这都是为了我的呀 要不给我个面子 原谅他 要不然 我给你道歉 你可千万别这么说 对于我爸来说 你才是他财产的唯一纪成人 对他啊 不清楚 以前呢 我因为我妈在 现在啊 今天都不重要了 怎么能不重要呢 你可是苏家的一分子啊 要不然 我给你出个主意 不 不 我过头你的 不行 我劝你不不要给老吴老的奴 不然他就告诉我一番流 只要和顾家有了合作关系 我妈呀 一定会让你进别的 你呢 好好消消消 喂 固扰 晚上家里见 我已经好几天没见你了 固扰 我 固扰 你又找我干什么呀 你要去哪儿 我会放这儿睡觉 该就房租了 没钱 钱都用来还债了 没钱 那你打算用什么 我们真的不可能吗 你说的不算 我说的算 谢谢顾总的早餐 以后我找机会还给你 孙涛 你至于这样和我保持距离吗 怎么 你还想继续回去当你的苦心女主 做古代的不好 顾饶 你说这些无非就想羞辱我 你都已经听腻了 给你时间考虑 给你时间考虑 不着急 凭什么我不能 你来干嘛 我找你有事啊 你来干嘛 当然是有事找你 请问 有什么事吗 苏彦桃就是个弃妇 没离婚之前就也不归宿 你找他 还不容易找我 我很听话的 你说什么 我就做什么 我现在给你三秒钟的时间 马上给我问 顾总 你也太不解风情了 都是我的错 我以后再也不会让任何人伤害 小桃 你当年为什么结束我妈的钱 转身又嫁给我伍德财 你什么时候可以跟我说实话 当年阿姨给我那两百万 是给我妈救命用 那伍德财 后来我妈病情加重 伍德财让我嫁给他 才愿意帮我 但是 但是我妈看不惯我被国家欺负 就自杀了 对 对不起小桃 是我妈造成了我 我现在知道中将了 以后再也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 我现在知道中将了 以后再也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 因为你希望他也有 我会让任何人伤害你的 你认为你 你让任何人伤害 你让任何人伤害你 我 你让任何人伤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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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任何人伤害我 凶贤 你 我带你去医院 恭喜你已经怀孕三个月了 怎么可能医生 你是不是搞错了 我做医生十余年 怎么可能会搞错 我的小孙子 三个月了 怎么可能医生 你是不是搞错了 我做医生十余年 我为什么要找他 自讨故事 姑娘 你误会了 误会也好 反正我们也不可能在一起 德才要是知道了呀 肯定特别高兴 跟妈回家 妈呀好好伺候伺候你 我是不会跟你回去的 我跟他已经离婚了 那有什么关系啊 现在有复婚 你怀了吴家的孩子 他不回家怎么可以 这个孩子 妈 你让我来医院干嘛 快赶紧他道歉 他怀了你的肘 以后可不许欺负他啊 孩子 孙燕总 你厉害啊 我跟婚人就怀了孩子吗 这你若是谁的 苏醒的 顾劳的 你在外面勾搭野男人就算了 还能怀了孩子 这孩子真不是得牌的 哎 您没事吧 你是伯母吧 我在一会上见过您 是个懂事的姑娘 和你这种没教养的东西 就是不一样 想进苏家门 这辈子都别奢望 苏妍涛 你走路还真是不张眼呀 苏总的母亲 其实你能够欺负的 姑娘说的没错 有些人啊 没脸没皮的 还想回苏家 挣个财产 我妈 你躺进去 跟我走 把你住手里的烟肉给我打掉 放开我 我们就离屋了 你没有资格这么做 对不起 不敢让你一个人离开 以后我们一起去面对要报 晦气 去个医院还能遇到那见人 又是谁惹我温柔美丽的刘女士生气了呀 还能有谁 苏妍她那个小贱人 听吴家那小丫头说 那个贱人怀孕了 可笑的是 那孩子竟然不是吴德财的 不是吴德财的 那是谁的 如果不是吴德财的 难道会是 误饶的 放心 妈 我这就去办 那是你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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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家我爸已经只听刘美玉的话 根本都不让我进门啊 想要改变他对我的态度 太难了 小桃 你最近怎么样啊 做弟弟的很担心你啊 你怎么来了呀 昨天我妈都跟我说了 很抱歉 他对你的态度太恶劣了 没事 我都不生气了 你气什么呀 那你告诉我 那个混蛋 他为什么拉着你打财去 可能怕我以后用孩子要挟他 那你之后什么打算 这个孩子是刘还是 无论怎么处理 我都不会连累苏家的 你让你妈放120个行刀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关心你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那 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孩子是固扰的 哪怕是家人 妈 你放心吧 那个小家人啊 根本没察觉到我对他落井下石 反而 他觉得我是宠他的 疼他的 看出的孩子是谁的了吗 他没说 他似乎想隐瞒这个孩子生父的身份 这事啊 我感觉有诈 小苏总 难道你对苏彦逃得好 都是装出来的 撞到 吴德才 你的疯子你要干什么呀 别叫 我要好东西给你看 你看 你说吗 我都猜 你是不是有病啊 你想要那些假照片干什么 威胁我是吗 只要你一天不回到我身边 我就要想放手法 把你搞到千百名里 你是不是疯了 晚上七点 老地方见 要不然我把这些照片公布出去 小桃在这干嘛 我在转转 吴德才 你赶紧把那照片给我删掉 那根本就不是我 这又受不了了 要是我拿出真的来 你是不是得跪着求婚 休想拿这个威胁 小桃 毕竟也是夫妻一张 只要你答应跟我在一起 我又怎么舍得把这些曝光呢 卑鄙下流的东西 我下流 你都怀别人的野种了 你说我下流 放开我 小桃 你把孩子打掉 只要你把孩子打掉 我就既往不交了 付婚吧 夫妻还是原配的好啊 你做梦 用几张假照片就想威胁我 也不看自己有没有这个资格 你要干什么 我干嘛 咱们夫妻这么久没见了 让我 好好疼疼你 放开我 姐 你今天我就要好好收拾你 待会我就让你知道 我是你老公我厉害 还是顾柔厉害 啊 救命啊 老实点 你可不得才约这干嘛 我不是我自己 陈主也在附近呢 只是我没想到 我没受伤害 没事 你愿吧 苏总 这是法院的传票 吴德才告你人称伤害 太好意思 不过 如果是真打官司的话 恐怕我没有入事啊 毕竟是我从中的手 要不我 我万万顾总 这种小事 还是不能犯罪 你帮我去约苏星 我想找他帮忙 好 苏总 因为我件事想要 跟你请教一下 吴德才的事 他又找你麻烦了 吴德才想要欺负我 出一次报 我无言和刚砸了他的头 邂逅来要告我 这种情况 打官司的话 我有胜算吗 就这么简单 当时还有别人吗 我反而就帮我保证医师 说于无人所谓 我就是要跟吴德才对治 没问题 不过 那你告诉我 是不是在和吴德才交往呢 我俩只是朋友 要是欺负到顾饶 向阿姨要针对我 我可不想再招惹他生气 等我还完了钱 再也不会跟顾家有任何关系 还有问题 我们这就打电话给你安排 谢谢你啊 苏星 那我就先回公司了 但你相信 陈律师 交给你个案子 苏总 你有什么促求 只许苏 不许苏 苏元 跑个苏元 苏总 哦 陈竹啊 跟我来 我找你有事 听说苏行让你去帮燕桃了 他现在怎么样 大小姐学习能力很强的 公司的也都很幸 这孩子处处要强 你要多帮帮他 怎么样 要不要和我和解 否则有你的苦果的事 你真贝贝 居然拿我跟顾饶出酒店的视频 做文章 想定我的罪 我baby 你什么时候跟他搞到一起 什么时候给我戴着绿帽的 你比我心里清楚了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想让我不纠缠你也可以 立刻把孩子打了 跟我复婚 我看顾饶也不想认这个种 到时候他变成孽种 你就不值钱了 我的事情 不用你做 连自己的种都不敢认 顾饶就是个闹肿 你 大 嗯 什么让我说到痛苦了 这些富家公子就是玩玩你而已 我才是真心想跟你结婚跟你过日子 是顾饶的孩子又怎么样 只要不是你的 我都愿意生 你 老婆 刚才说的话 哦 我我骗伍德才的 孩子是我 为什么你告诉我 孩子不是你的 你听我解释 我 我不听解释 孩子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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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身何体统啊 小桃还了我的孩子 我要去他回去 孙月桃 你之前还说 用苏家的话语圈 赢得我对你不亲来 传眼睛和善于一场母平子贵的戏吗 那你的话还真是不可行 顾饶 你也真是糊涂 你怎么确定他孩子就是你的 不是他前夫的 江阿姨 你可以觉得我们顾家的身份不相配 但你不能污污我的人品 人品 可笑 三年前 你为了钱和我儿子分了手 三年后你离宫了又和我儿子搅在一起 求你这样的人 他有人品可言 这是三年前 我向你借了两百万的借贴 我现在把剩下的一百万还给你 外加给你五十万的运行 我知道够不够 三年前 你向护扰一年 我给你借钱的真相 导致他误会我 现在剩下的全都还给你 妈 我这辈子除了小偷谁也不去 那可留不得你 你和蒋家的公事已经定了 那是绝不允许你反悔的 虽然你跟蒋家的婚事有尽 那就不要在这儿了 阿涛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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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董 这个是您刚西澳集团签约的那个合同 里边有好多细节没有敲定 一会儿我让陈主去对接一下 那可不行 这个项目一直我在跟进 他去对接 是想着我多没有存在感 要不您引荐一下 我跟顾总去谈 你看怎么样 喂顾老公司经理说和你们的合约有些问题想要对接一下 是你亲自处理吗 把位置发我 好 一会儿我让公司经理跟你跟进 顾总 我敬您一杯 我们先看合同 你看顾总啊 这里 这里 还有这里 好多细节的东西都没写在纸面上 不如这样顾总 我们再重新签一份合同 这都是小事 一会儿我会让法务重新写一份交给你 既然顾总都这么说了 我只能造作 敬您顾总 给您添麻烦了 您随意 赞哥哥的小可爱 哥哥只能帮到你这儿呢 拿下了顾柔 你可别忘了哥哥的好处啊 我的好哥哥 等我当上了顾太太 项目随便你拿 好 苏彦桃不过就是个气负 有什么好的 你放心 我肯定把你伺候得舒舒服服的 成功代替那个女人在你心里的位置 苏总 苏总被冯药号带到了酒店 有人说看到了周世晴也在酒店 好 我知道了 周世晴 你还真是阴魂不散呀 没想到姐姐你 还有偷窥别人好事的癖 你这么算计顾柔 就不怕他让你消失吗 是顾总主动的 你可别乱说 你是不是没有满足顾总 他才来找我的 你 你到底给顾饶下了多少名药 不知廉耻 你怎么知道不是顾总主动的 你是自己走 还是我让别人来接你 该滚的是你们 别坏了我的好事 顾总让我跟着你 没想到你敢给顾总下药 这事情给我带出去 放开我 你放开我 不然 不然行李不然 不然 顾总 顾总你没事吧 顾总 周世晴 冯永浩 他们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陷害我 这是我收集的证据 我要弄死他 是 苏总 这是您的千金 真是小女儿 苏家一龙一凤 真是羡煞旁人啊 哈哈哈哈 练桃 我们强调的风格 我得找机会 把苏星对大选者做的事 告诉你才行 苏总 我扶你薛小姐 好 小陈儿 练桃是越来越出色了 昨天晚上 我应该晚点去吧 打扰了你的好事 你应该很怪我 你明知道我是被陷害的 你怎么 蒋娇 你得把顾饶看紧了才行 不然 就被狐狸精给勾搭走了 蒋娇 蒋娇和顾饶尔 顾饶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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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一定赏点 顾饶尔 顾饶尔 这就是你让我看的好戏 我和大家更正一下 苏彦桃 是我的未婚妻 姜总盲 记错了 苏彦桃看着有点眼熟啊 他不是吴德财的那个继妇吗 刚离婚就傍上财团的继承人 厉害 爸 这不是你想的那样 小陶啊 他不是个叛龙富凤的人 这中间一定有雾 你好小陶 你要干嘛 苏小姐 我跟顾饶呢 是豪门联姻 你该不会见一个吧 那是你们之间的事情 与我无关 苏小姐 很多女人呢 为了嫁个有钱人 都会和原配离婚 你该不会是这种人吧 蒋小姐都这么说了 你还有脸呆下肩 闭嘴 这吴德财陷害了苏彦桃 离婚不是她的错 不饶啊 你真的看清楚这个女人的心了吗 别到时候被骗了 还不自私哦 蒋小姐 根本没有想过要拆散你 你们为何要陷害我 蒋小姐 我根本没有想过要拆散你 你们为何要陷害我 土耀你不别再来招惹我 小曹 我知道你们是另一种人 他们说什么我都不在乎 我爱的是一个人 你不在乎我在乎 被质疑的是我又不是你 你又怎样的明白我的感受呢 土耀 谢谢你信任我 可是我真的累了 我不想再参与你们豪门的音乐了 放过我了 小曹 这不过就是我在演习 希望你们俩都能面对真心 我现在想要拆散你 你怎么拆散你 你怎么拆散你 我拆散你 你怎么拆散你 我拆散你 看得出来 她对你 是一片真心 在酒店呢 我是故意的 就是为了能够让你 丰盈和你相见 好吧 你认真的吗 这是怎么了 顾饶当众宣布 苏彦桃是她的未婚妻 大家骂苏彦桃得不配位 顾饶说苏彦桃是她未婚妻 那她都是你的孩子 一定就是顾家的 苏彦桃如果和顾饶在一起 那对我的威胁更大了 不行 我绝对不可能让我爸 承认苏彦桃是苏家人 既然都是那小贱人 得不配位 不如咱们就把她 勾引男人的名声落实 就算她怀着顾家的孩子 也不能进门 妈 你的意思是 小桃 我有个客户 想介绍给你 明晚七点雅惠酒楼 我等着你啊 张好 这就是我姐苏彦桃 张总好 你好你好 艳桃啊 很高兴认识你 咱们喝一点 喝茶带酒 爽快 我就喜欢和你这样的人合作 张总 您要跟我们合作的是什么项目啊 饭局上不谈生意 以后咱们有事时间 好 不好意思啊 我去那洗手间 你们先聊 我来 木耀 来接我 你在哪 来喝酒吗 我去 好像别人帮我说的 小桃 小桃 兄弟 记住我刚才说的话 还有啊 视频 又不记得拍成4K的 办事你放心 哈哈哈哈 你干嘛 苏醒了 哈哈哈 苏西 妈放心吧 这事妥了 刘涵跟着苏醒 哈哈哈哈 苏醒 他没救我 苏醒 哈哈哈哈 老婆 苏醒 啊 啊 啊 走 那去后你放了我 我只不要受人之拖 谁 这 是苏醒 是 是他让我採点玉藤 别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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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子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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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佳,我们能别再说这个话题了吗 我知道你现在对我有所顾忌 但我不会用我的行动证明 我对你的坚持 我知道你对我好 就是因为知道 所以 你可以再给我一些时间吗 现在所有的误会都解除了 我一刻都不想背 废 昨天晚上苏远涛就已经被顾佳救走了 张恒,现在才告诉我 计划事犯没关系 最怕顾佳发现端倪 到时候你就不能脱身 具体什么情况我还不太清楚 我得和张恒见面戏聊 不行 顾佳这个最难对付 那怎么办呀 你不做二不休 不如咱们给他 妈 你 你的意思是说 杀了苏远涛 你是苏家独子 只要他死了 你爸就算埋怨你 也不敢说什么 苏远涛啊苏远 那你就可别怪我 谁叫你挡了我的路 陈卓 老爷咱们有事 没什么大事 就是问问 关于宴会上的流言蜚语 我也听说了 小杀真是不饶的未婚妻 啊 不要听小杀说 更何况苏总似乎不同你这么见识 人家是顾佳 他怎么会不同呢 你急救 小杀说 小杀总 你要是再敢给大小杀下去了 那就别怪我 不不情意 小桃 小桃叫我和我自己 还有 小心送信 小桃 在你公司对面咖啡店 想接点 我陪你去 没关系的 现在是大白天 他也不干活子 放心吧 陈珠帮我盯住小桃 小桃 昨天晚上的事 真的很抱歉 我没想到张航他 他竟然这么不耻 苏星 事情都已经发展到这一步 真把我当傻子 我是你弟 我怎么能害你呢 我那是想帮你 跟你介绍生意 没想到他 我把你当家人 你却算计了 我要告诉爸爸 让他知道 你是个多么心狠手辣的 你自己的家人 都能下这么黑的手 苏彦桃 连给两秒里 我都已经道过歉 你还想得词静止了 我警告你 你要是还想回苏家 跟我争加成的消息 我适合了 有本事你当着爸爸的女人弄死 等一等 看看 这视频 效果还不错 要不要 我替你听不出句啊 无耻 你要是乖乖惊惊惊 我就放了 你放心吧 我对苏家的财产根本不在乎 留给你一个人毒箱 不行 等我缠绵一切 我会带着证据回到家 到时候 我判你了 苏总 你怎么了 苏总 扶我回公司 苏总 其实 我有件事一直想跟你说 有公司再说 好 苏总 其实我一直都怀疑苏醒 他偷偷被律师打电话 让你的官司 只能输不能赢 而且还闯人强奸的 他太无耻了 你跟我说这些 难道 你不是苏醒的人吗 当然不是 自从我跟着你 我的心就是想忍您的 唉 我算是看明白了 我爸把我赶出家门 可能就是因为 我是女儿的名 苏醒才是公司 最好的继承人群 您可能会老板 老板是真的关系我们 而且 最近精神 跟我打听你的警告 行了 你不用为他辩解了 我跟他呢 属于积怨一身 我也不想做这些 苏总 您这是 好了 不说这些了 你如果真心想要跟着我 你就去帮我调查一件事情 调查一下苏醒的行踪 我想知道 他到底报藏了什么货行 冯永胖 你还有脸的吗 你打着公司的绝号 去算计不饶 我还没知道你算账呢 我是来辞职的 这份特工作 对于我来说 没什么意义 我来公司 你为你这么漂亮的女儿吧 你成了什么机会呢 你算什么东西 给我给我出去 你居然没想起 任何 怕是不认为 何凤 公司给我 我还没想起 是不是你故意的 我查一下就知道了 走 不然 老 不要相信苏家任何人说的话 他们根本没有帮你当家的 你放心吧 我已经会成功 就帮我调查了 我还没想起 我已经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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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下来保护小女儿 就算我请你住过也不放心 是 顾饶 我不是真的想要拒绝你 我只是有些恐慌 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 我怎么样才能面对你 苏总 苏醒好像是找了杀手 我应该是要对你下黑手 杀手 苏醒是疯了吗 我都已经答应他不回苏家了 为什么还要往死了逼我 我跟了苏醒这么多年 从未见过他行事如此一幕 陈主 你再帮我想想 我们有什么其他的事 我想起来了 我怎么听说 你帮丽拉遗嘱 遗嘱 苏家可就我一个儿子 我爸真愿意给那个小建人 儿子 你可别忘了 苏彦桃可不是你的亲姐姐 想要继承公司 他就是你最大的绊脚石 他就是你最大的绊脚石 只有他不回来 你才能稳过 在这个家的位置 书彦桃 苏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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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人这些都小 为什么这么多人 他们这对名字 要如此加害我后来 看来生日了 老苏总从来没给你提过 小桃 今天怎么想起来看过 其实我是没问过 天生都说 你也有主 小桃 我是不想看到 你和苏行为了争夺家产 打得头科学 毕竟你是我的亲女儿 抛起了你妈妈 都是我的苏 我很后悔 被他们母子俩 蒙骗了这么多年 爸 你为什么给我这么多呀 自从我知道你和顾瑶在一起 我就一直在考虑 我的女儿 怎么才能配得上她 虽然我们苏家 不是什么豪门 但是 我想让你嫁给顾家 要有底气 不会被别人瞧不起 我对不起 你和妈妈这么多年 以后 我不会再让你受委屈了 真的吗 这么说 我在集团 就有完全的决策权 你放心 爸爸该给你的 一分都不能少 爸 我想要的 不是这些 我只想让你身体健康 小桃 我相信 相信你有能力 把公司管理好 如果你暂时还不想用这个权力 就先把它收好 谢谢爸 要不 我先把公司股份转让给他 骗他救出底片 苏家的产业能有多少 西澳集团10%的股份 这 底片交出 再写一份西澳集团10%的股份 这 孤总 你玩真的 不容心地弄你 咱们可玩不过他 只要苏远涛有股份 不容上当 对 我只要苏远涛的股份 谁知道 那合同里面 你搞什么鬼 好 我给 凭什么给 一个逆子 看看你都做了什么 陈哥 你打人家做什么 我刚才在里外都听到了 他这么对小桃 爸 你听我解释 我那是吓唬他的 我没想 你不要叫我爸 没有你这个儿子 根本就不是我亲生的 你这个野种 我们母子俩 合起伙来骗我 让我 连结发妻子都丢了 小桃啊 都是爸不好 平时 把这母子俩关坏了 让你受了太多委屈 爸 正好 王律师也在 我现在就签字 把股份 转让给小桃 以后 就由小桃掌管 以后 苏氏集团 就由小桃 掌管 爸 你不能这么做啊 我才认你儿子 他只不过是个外家的女儿 以后我还喜欢我跟你养老苏中的 滚 看你说的都是什么话 爸 以我现在的能力 还管理不好苏家 我只想把分公司管理好 一步步慢慢来 我们小桃长大了 难得还这么谦虚 你个小贱人 跳过咱们父子间的关系 看不死了你的嘴 再碰他来试试 爸 苏醒的事情 我可以暂时不对他发出律师函 但是如果还有下一次 我绝对会不及亲情 那个逆子 要不是你解仁慈 你现在 早就进去了 我还是太仁慈了 早知道就该让你 万劫不复 直接处死 小贱人 败了我们一当 我看到 根本就是故意的 这几次和那个小贱人相处 他好像 真的对苏家的财产 不是很感兴趣 你说 他是不是真的没想 给我争财产 你可别忘了 你爸已经知道 你不是亲生儿子 你还指望那个小贱人 把财产让给你 对呀 要是那个小贱人反悔了 那我在家的地位 不就没了吗 那就把他的名声搞臭 让顾家不能成为他的靠山 让公司的人 对他失去信心 就算他想占用你继承人的身份 不要乱用灯天 那我就把手里的照片 给他推一推 给他推上热搜 让他再哄一次 就这么干 小金子 你应该是什么 我应该说 他是不许多 要是 没有 如果我能 Saf 不许多 你个不许多 这个 听他们的 有好 事情很清楚 不會要緊 我不能永遠被蘇星前置的 他所謂的視頻 也只是張恆陷害我 有沒有什麼可怕 蘇月桃 我要和你談一談 媽 我和小桃的事情不用你相處 沒關係 阿姨不會為難我 媽,你這是在幹嘛 小桃現在懷著聲譽也是你的孫子啊 我們明天約個時間 我必須要和你談一談 蘇月桃 支票上的額度你隨便填 只要你能離開故障 阿姨 三天前我就沒有貪圖你的錢 你覺得我現在會嗎 圖錢那算你實相 圖人 我根本就不可能給 你別忘了 你的視頻已經被掛上熱搜了 你還想為自己洗牌 那根本就是子虛烏有 不是被人陷害的 在我看的都一樣啊 一個髒狼的女人 根本就被我兒子在一起 那既然這樣 我們也沒什麼好聊的 蘇月桃這種 你全部支持 我不可能同意你跟我兒子在一起 除非我死了 江阿姨 我已經足夠體面了 想讓我跟布朗分手 你剛才自己來幫我搜 你這是什麼人 行 既然撞上了 那就別管我 不客氣了 蘇星 你放開張阿姨 想讓我放人 那你把股份轉上給我 轉上給我去放 好 我張阿姨 你別傷害他 空口無憑 你把這份股權轉上書給我簽了 簽完 我立馬放 否則 我簽 我簽 我簽完了 你放開張阿姨 我簽完了 你放開張阿姨 忘人 顧兒怎麼對我呢 你忘了 我可沒忘 不要 啊 你放開我 放開我 他們該死 他們該死 部長 這個 快看看 快先進去 快看你送醫院快點 啊 不然 這個 快看看 快先進去 快看你送醫院快點 啊 孩子 我們的孩子 他是不是已經 不在了 沒事 還會再有的 女兒爸你怎麼來了啊 沒事了都沒事了小桃 媽 如果我不來 你不會發生那樣的事情 小桃 以前都是阿姨不好 你能原諒阿姨嗎 阿姨 我不怪你 我知道 你也是為了故人好 小桃啊 以後啊 阿姨阻止你們的選擇 再也不阻止你們在一起了 小桃 我要救把股權轉讓合同都簽了 你也是對著救我才受的生命 阿姨要謝謝你的小桃 阿姨沒有想到 你們的乙德抱怨 我給你們去切點兒水果去 小桃 好好養身體 爸爸先走了 有顧長不在 爸爸放心 顧長 你算什麼東西 你放開我兒子 滾出去 你和你家兒子 欺騙蘇董這麼多年 還要不給他交代 誠哥 兒子是失手推的小桃 又不是故意的 小桃 他不是已經脫離危險了嗎 你就原諒他 怎麼說 他也是你兒子 說 蘇星到底是誰兒子 他就是你親兒子 你個賤惑 讓我幫別人 白白養了這麼多年兒子 還想謀我的財產 你 你 停嗎 啊 不要 爸 不要 我的 我的 不要 我爸 你 你的 我的財產是不會給你這個野種的 陳哥 看在我伺候你多年的份上 你就原諒書寫一次吧 以後我本本分分的再也不謀你的財產了 這協議書就在茶几上 簽上字 滾蛋 簽字 我不讓小桃 起訴書刑 就是對你們最大的恩賜 帶著你的兒子 滾 媽 我沒有家了 聽完說 岳父已經和劉美玉離婚 蘇星和劉美玉已經被趕出家門了 什麼岳父啊 我還沒答應你 我以後不會再讓她活 永遠都出現 你就這樣求婚 應該太簡單了 不是求婚啊 我才不答應你 為什麼 答應你 不知道 生日理由你 真好 月生的依賴 謝謝大家